哈囉大家好,我是高球女孩Vicky 第十二屆的亞太業餘錦標賽 The Asia Pacific Amateur Championship AAC 在阿拉伯的杜拜、杜拜西高爾夫及遊艇俱樂部 剛剛結束為期一週的激烈賽事 來自日本目前排名世界業餘第一的中島起泰 Kita Nakajima 在經過兩次激烈的延長賽後 最終戰勝來自中國香港的選手許一龍 Tai Chi 成為繼松山英樹與筋骨拓使之後 第三位捧起此賽是冠軍獎盃的日本球員 冠軍的中島起泰在此賽事集出 67、68、67、68 總計-14感的超高水準表現 不過這場比賽最終回合的戰況 其實到最後一動都還未分出勝負 下面就讓Vicky我來為大家 倒帶一下當時的激烈戰況 香港選手許一龍在第三回合交出 全場七鳥零bogey的完美64桿 排名大幅飆升 在最終輪出發時 雖然還落後中島起泰三桿之差 但他依然延續了其火熱手感 在開球後的前四棟馬上坐下兩隻birdie 雖然之後在6號洞吞下一擊bogey 不過他並不慌張 反而更加積極進攻 帶著這樣的心態他從第9動到第14動 僅僅在6個洞之間又再度桌下5隻小鳥 如此精彩的收尾讓他在最終輪以65桿 總成績-14暫時領先完賽 而帶著領先優勢的中島起泰 同樣在開局階段便展現出極佳狀態 前5洞直接桌下3鳥展現氣勢 但他之後在第6動和第9號洞接連吞下bogey和double bogey 前9緊交出平標準桿的成績 不過過久之後的中島起泰穩扎穩打 分別在第11、13和15號洞再桌三鳥 最後以-14的成績與許玉龍同時並列領先 雖然在第18動開球時偏右落入沙坑 但他精彩地就球成功寶怕 也保住了與香港選手許玉龍一起進入延長賽的機會 雙方的延長賽在第18動進行 第一次的加動中中島起泰開球再次偏右並落入沙坑 不過他依然寶怕成功 另一方面開球落點極佳的許玉龍則未能抓住機會 同樣也以寶怕結束 而在第二次的加動賽中許玉龍開球偏右 落入之前中島起泰進過的沙坑 但這次他未能打出和中島起泰同樣的擊球 第二竿不幸落水 而這也讓開出好球的中島起泰信心大增 最終以一隻20尺的精彩小鳥贏得比賽 而這場比賽也讓他成為了亞太業餘競標賽 歷史上第一位 以當週業餘世界排名第一的身份 捧起冠軍獎盃的球員 賽後訪問時中島起泰也指出 世界排名第一的身份給了他很大的壓力 但他也非常享受這週的比賽 同時也非常激動能夠贏下冠軍 畢竟不得不說 贏下亞太業餘競標賽的福利 可是全亞洲所有業餘選手夢寐以求的 亞太業餘競標賽成立於2009年2月 是由亞太高爾夫聯合會 The Master Miller賽 和RAA聯合發起的一項賽事 每年亞太業餘競標賽會邀請來自42個 英國公開賽The Open的邀請 而亞軍則是獲得英國公開賽資格賽的名額 由此可見這場冠軍將會把中島起泰 送至明年美國名額賽和英國公開賽的舞台上 同時他也因為世界業餘冠軍的身份 成為了賣考梅克獎 MACORMACMETAL的獲獎者 而這代表著他也擁有明年美國公開賽 US Open的參賽資格 所以在明年的PGA四大賽上 我們可以三度看到這位日本選手的身影 這對於一位業餘選手來說是極大的肯定 中島起泰 這位來自日本現年21歲的他 儘管年紀輕輕 卻已累積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業餘記錄 今年他不只贏得世界業餘冠軍的頭銜 並且還在日本贏得了一場日群的職業賽事 目前他的世界男子高爾夫 排名來到了第209位 甚至比一些現役職業選手都還要來得高 這樣一顆閃亮的星星 也帶動了日本高球迷的興奮 繼松山英樹贏得今年美國名人賽 和Zozo錦標賽後 又一位讓人期待的年輕選手出現 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他之後的表現 影片的最後呢 我不得不稱讚一下 這位日本小哥確實長得挺好看的 我已經把他的IG連結放在影片下面 如果有需要的人歡迎去追蹤 OK 那今天的報導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高球女孩Vicky 謝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